明天从地平线升起的是威胁还是希望 面对气候变迁 领头的羊群已经开始行动 一档具有时代意义的基金 富兰克林坦不顿全球气候变迁基金 以欧盟SFDR最高规格将减碳龙头汇聚一堂 以永续致永富 富兰克林国民的基金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口前音响月公开说明书 富兰克林证券投顾独立经营管理 101年尽管投顾薪赐第025号 快来听故事了 有各种的故事 跟着GK爸爸一起听故事 快来听故事了 有各种的故事 跟着GK爸爸一起听故事 好听的故事 哈喽哈喽我是GK爸爸 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呢叫做 两颗石头 是GK爸爸自己创作的故事哦 可能跟平常的风格有一点点不一样 来听看看吧 故事开始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个很高很高很高的山丘 在山丘上面有一颗圆石头 它已经待在这里 很久一段时间了 好无聊哦 我已经待在这个山丘 好久好久了 都没有朋友陪我说说话 我只能这样每天一动也不动的 好无聊哦 这时候有另一颗小小颗的尖石头 被风吹动滚了过来 圆石头看到它 超级兴奋地 马上跟它说话 哇 哈喽哈喽 新朋友 你好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嗯 哦 哦 可能是第一次见面 所以你比较害羞是吗 嗯 那 没关系 我们认识久一点 可以当好朋友哦 嗯 哇 好 谢谢你耶 诶 那你平常有什么兴趣吗 嗯 是没有的意思吗 还是你平常没有其他兴趣啊 只是喜欢发呆吗 嗯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 你真是一个文静的石头耶 像我啊 兴趣就是喜欢交朋友 但是一直没有太多的机会耶 我很少被风吹动 去其他的地方 所以就一直待在这里 啊 不过有时候啊 老鹰会飞过来找我玩哦 嘿嘿嘿 嗯 嘿嘿 嗯 你真的很文静耶 呵 嗯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会观察人啊 啊 不对 应该说 是很会观察石头 嗯 哇 谢谢你耶 啊 对啊 我自己也这样觉得哦 可能我每天都无所事事吧 也只能每天看东看西的 像是每天有多少个白云飘过去 我都会记起来哦 你知道吗 昨天啊 总共有两百五十朵的白云飘过吗 嗯 哇 你也知道啊 我就知道我们是同好 原来你跟我一样喜欢数云朵吗 嗯 哇 那我们来数今天有多少的云飘过去 好不好啊 嗯 嗯 好哦 那 你看哦 一朵 两朵 三朵 哎 换你了 嗯 嗯 你不念出来吗 还是你喜欢念在心中啊 不说出来 嗯 哦 哦 好吧 不勉强你啦 那我继续数哦 嗯 哎 现在怎么没有了 哎 突然就没有白云飘过去了耶 嗯 还是我们改完别的啊 嗯 哎 你看 你看那边 下面那个 你有看到吗 绿色光秃秃的山丘 它本来是一个茂密的森林哦 后来慢慢被人类砍啊砍的 树林就慢慢不见了 变成现在这样 光秃秃的山丘 我才发现啊 哇 原来人类很会理发耶 他们是超级理发师耶 竟然可以帮山丘 剪出清爽又帅气的造型 你看 你看是不是很酷啊 嗯 哎 你该不会觉得我很吵 一直说话吧 嗯 那你自己不多说一点话 都是我在找话题啊 嗯 好啊 那我来听看看 你说话啊 你说看看 嗯 这哪算讲话啊 赖皮赖皮啊 这不算吧 就这样 不知道经过多久的时间 圆石头 还是每天 跟尖石头讲话 但是有时候 还是会闹脾气 哦 你又不说话了 你是跟我吵架吗 你故意的吗 嗯 嗯 嗯 直到有一天 乌云密布 突然间 一股强风吹过来 尖石头 被吹动 滚啊 滚啊 滚的 滚下了山丘了 哇 回来啊 朋友 尖石头 不要离开我啊 尖石头 好朋友 圆石头 这才 体会到了 尖石头的 重要 虽然 尖石头 不怎么说话 但还是每天 默默地陪伴 静静地倾听 圆石头 他的喜怒哀乐 就像是 好朋友一样 这也让圆石头 体会到了 珍惜当下的重要 已经不知道 滚到哪里去的 尖石头 让圆石头 每天地想着它 也不知道 已经哭泣多久了 过了好久 好久 有一天 突然又吹来了 一阵强风哦 一颗爱心 形状的小石头 滚了过来 咚咚 咚咚咚咚咚 爱心石头 看到了圆石头 热情地打招呼说 哇 嗨嗨 哈喽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耶 咿 哈喽 这时候经历过失去朋友 曾经哭到泣不成声的圆石头 他只有静静地回了一句 故事结束 小朋友小QQ 这个故事主要是想要告诉大家 珍惜当下的重要哦 每个人的相遇都是一种缘分 当然故事中我还藏了一些小寓意哦 很欢迎小朋友跟家长多多讨论故事 或是一起延伸创作哦 有任何的心得都欢迎留言告诉GK爸爸哦 接下来要感谢在绿界赞助支持GK爸爸的小朋友 小QQ 很感谢2月5号的赞助 采银 哈喽哈喽采银 谢谢你喜欢GK爸爸的故事哦 为了想要听GK爸爸的故事 还自己学会了操作手机 记下了家长的手机密码了 哇 好厉害哦 那这样你平常上课的学习 也要像这样这么认真哦 谢谢采银 还有谢谢2月6号的 心悦 谢谢你心悦 谢谢你支持GK爸爸 还有2月11号的 文权 还有文城 哈喽哈喽 哇 你们说 谢谢创作和温柔的歌声 大部分的夜晚陪伴着两个小朋友 文权文城 耶 谢谢文权文城 谢谢你们 还有2月16号的朱婷兰 谢谢朱婷兰 谢谢婷兰 OK 2月刚结束了三场的故事见面会 很感谢这三场 有来到现场的小朋友 还有家长们 哇 你们的热情 真的让GK爸爸很感动哦 而且没有想到 三场的时间 很靠近 竟然还可以场场爆满 哇 那也有一点不好意思 就是因为场地的关系呢 会造成一些小朋友或家长 没有办法挤到前面来 被挡住了 可能那些场地 平常是无法容纳那么多人的 所以就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GK爸爸也觉得很内疚 很抱歉 那些来到现场 但没有办法好好看表演 看GK爸爸说故事唱歌的小朋友 所以也经过这几场的经验 虽然陆续也接到了 好多出版社或是厂商的邀请 GK爸爸只好忍痛的婉拒 因为我希望未来可以呈现 更完整的形式 就是属于GK爸爸的专场 可能像是音乐会的感觉 有更完整的故事内容 还有更完整的唱歌互动 相信一定会非常精彩 但这样呢 就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准备 要找场地呀 要找设备的人员 还要找工作人员 赞助厂商 这些都是非常花时间筹备的 那GK爸爸平常只有一个人 要做节目 录故事还有创作 所以需要给我更多的时间 来好好的筹备 到时候很期待跟大家见面咯 很感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